喷气发动机是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从控制金属的原子结构来制造单晶金属的涡轮叶片 到几十年前人类都无法想象的高精度机械加工技术 1940年以来 喷气是发动机飞速发展 体积更大 性能更强 效率更高成为显著特点 波音787的发动机已经大到和737的机身直径一样 这也是787能够打破多项世界纪录的秘诀之一 2020年3月 由于疫情原因 美国政府限制欧洲旅客 切断了法国与法属波利尼西亚间的航线 塔西提航空公司业务受到严重阻碍 于是塔西提航空公司直飞了世界上最长的航班 时长16.5个小时 距离15700公里 从塔西提到巴黎的直飞航线 直飞的机型正是波音787 这完全依靠与之匹配的先进动力系统 波音推动了航空发动机的发展 产生推力的第一步是点火 发动机的启动本身就十分耗能 首先需要让压气机转起来 达到足够高的增压比才能点火 早期的飞机都是由地勤人员手动启动活塞发动机 这种方法对于喷气飞机显然并不现实 于是工程师想了好多种解决办法 有些发动机采用爆破桶 长得有点像炮弹 通过电打火点燃 高温高压气体从桶内喷出驱动小涡轮 小涡轮通过减速箱连接驱动轴 使得发动机达到足够高的转速 这种爆破桶是引擎在老款军用飞机中很常见 在地面保障较差的情况下 这些飞机需要快速起飞 还有一些飞机 比如ASR71 它直接与启动车连接 启动车上两台V8发动机 直接驱动J58发动机 驱动轴在短舱下面让飞机发动机转速达到4500转 然而高压空气启动才是最常见的 将高压空气直接输送到涡轮段驱动发动机 高压空气可以由电气原车提供 通过管路连接到发动机 但大部分民航客机都可以自己提供高压空气 通过辅助动力单元简称APU 这个小涡轮发动机在机身尾部 APU通过电池和电机就能启动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APU的存在 但能看到民航客机尾部的排气 波音787的APU跟其他飞机一样通过电池启动 但从这里开始 787的系统架构就和其他飞机完全不一样了 787的APU不提供高压空气 它为连接在主发动机的两个电动机提供电能 就像家用汽车的启动电机一样 此外这些电机也可以作为发电机 在飞行过程中提供大量电能 传统客机每个发动机有一个发电机 APU也有一个发电机 但是波音787总共有六个发电机 一个发动机带两个发电机提供主要的电能 每个发电功率为250千瓦 APU带两个二级发电机 每个发电机功率为225千瓦 如果六个发电机同时启动 总共可以提供1.45兆瓦的电能 是波音777发电功率的四倍 这是波音787与足球场的对比 如果对比正五太阳能电池板的发电能力 需要10个足球场面积的太阳能采购 那么波音787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电能呢 波音787采用了无引气架构 传统客机的各个系统大多通过压缩空气驱动 辅助动力单元APU 用于启动发动机 主发动机启动后 从压气阶段引出高温压缩空气驱动各个子系统 一般来说 空调与增压系统都是从发动机引气 高压空气从发动机引出 温度高达230摄氏度 如果直接通入客舱显然不行 所以空气首先经过一套复杂的环控系统 经过换热气降温 冷流体为经过冲压进气口的外界空气 带动发动机引气的能量 降低至适合输入客舱的温度 这个过程很显然浪费了很多能量 各种气体管道也很沉 这也就是为什么787不再使用这套系统 它的客舱增压全部由电力驱动 一架波音787飞机上所产生的电能 是10个足球场面积的太阳能发电量总和 机身上有两套进气口 分别是冲压空气进气口和客舱空气压气机进气口 客舱空气压气机进气口通向客舱空气压气机 是一个电驱设备 提高空气压力 增压过程会导致空气温度过高 所以需要通过换热器中低温的冲压空气减低温度 在地面上能看到一个小门会打开 防止异物进入 还有一套耗能很大的系统同样改为电驱 那就是刹车系统 可以想象想要让200吨重的飞机 从270公里每小时刹停 耗能巨大 计算起来很简单 一架波音787飞机的动能大概是5.6亿焦耳 大部分能量都需要通过刹车耗散掉 反推装置可以将外含道空气导向前面 在外面有空气流道 所以就需要刹车将动能转化为热能 当飞机停下来的时候 刹车通红 一般的飞机通过液压驱动刹车 液压活塞挤压刹车盘 波音787抛弃了笨重的液压系统 改用电机驱动的刹车 8个轮子 一个轮子一套 总共为787减重约62至110公斤 同时安装与维护更为便捷 不过787还是有液压系统 只是取消了两套大的气动液压泵 这两个泵主要用于起飞降落阶段峰值需求 将高压空气驱动的液压泵改为更高效的电驱液压泵 这样787的液压系统压力更高 也就能用更小的液压部件 减重的同时更节约空间 大部分的787搭载了两台通用电器公司的GNX发动机 每台推力介于310千牛至360千牛 和GE的前代发动机相当 也就是波音767采用的CF6发动机 但GNX耗油量减低了15% 体现了技术飞跃的进步 GNX通过两大设计实现油耗降低 这在老发动机中是无法实现的 首先是巨大的外含道 现代喷气发动机的主要部件包括风扇、压气机、燃烧时、涡轮和喷管 产生推力的原理可以概括为引入空气并进行加压 压力声高意味着提高内能 在混入燃油点火、气体膨胀加速 通过涡轮时做工驱动压气机 同时还驱动风扇 最终空气带着剩余的动能 通过喷口进一步减压加速 向后喷出并提供推力 发动机核心机就是动力来源 然而大部分空气却并不经过核心机 只通过外含道 这也是发动机如此高效的原因之一 在过去几十年里 含道比逐渐增大 也就是发动机越来越大的原因 GNX的含道比达到了9比1 意味着有一公斤空气流过核心机的同时 有9公斤空气流过外含道 这个含道比非常高 GNX的前代发动机只有5.7 核心机会将小部分空气大幅加速 而风扇则是将大部分空气加速一点点 不需要掺混燃油点火 这能大幅提高燃油效率 风扇就像一个大螺旋桨 过去几十年里 业界都在向更大的含道比努力 但想增大风扇叶片的直径困难重重 压气机和风扇是通过同一根轴驱动的 意味着两者转速相同 但风扇远大于压气机与涡轮叶片 风扇受到的离心力更大 并且同于直径更大 扇叶间甚至可能超声速 导致激波阻力骤增 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离心力 离心力随着质量 转速和直径的增大而增大 因此需要想办法降低质量 或者降低转速 GNX采用碳纤维复合材料风扇降低质量 上一代风扇是由钛合金制成的 钛合金具有很高的比强度 但是碳纤维的比强度更高 同时刚性更强 碳纤维复合材料的风扇直径更大且更薄 相比钛合金风扇 新的材料使得风扇液数量 从22片降低到18片 最终实现了15%的减重 风扇的转速上限更高 然而复合材料有一个巨大的缺点 就是抗冲击性能差 你知道吗 所有航空发动机都需要完成鸟机试验 就是把死鸟扔到正常运行的发动机里 风扇液片是入侵物第一个撞到的部件 因此必须要能承受冲击 早期由NAS和GE开发的复合材料叶片抗冲击性能差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将叶片前缘使用钛合金加强 随着技术的进步 含道比还会进一步增大 比如在风扇与主轴之间安装减速齿轮 可以进一步提高含道比 普惠在PW1000G发动机上采用了这样的技术 创造了含道比的新纪录 它们在主轴和风扇之间安装了行星齿轮 减速比为3比1 风扇转速进一步降低至每分钟四五千转 这样使得风扇直径可以进一步做大 因为叶片承受的力更小了 最终达到了12.5的含道比 GE在研发力发动机时也考虑了这项技术 也就是737 MAX搭载的发动机 但是行星齿轮的重量和可维护性还存在很多问题 最终并没有采用 普惠的发动机命途多船被禁飞多次 虽然问题可能并不是由行星齿轮直接导致 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 将来或许可以看到这项技术的成熟 从而进一步提高经济性 GNX第二个降低油耗的设计是压气机极高的增压比 增压比又称压力比 它的定义是压气机出口压力与入口压力之比 这个指标会极大的影响燃油效率 含道比逐年增大的同时 压力比也在逐年增大 原因很简单 增大压力比可最大化利用燃料释放的能量 涡轮和喷口可转换的能量就更多 压力比小则相反 但是想要增大压力比难度很大 为了提高增压效果需要增加增压级数 这会增大发动机总重 又会导致耗油量增大 压力越高温度也越高 这可能会导致压气机叶片材料失效 而最重要的是随着温度升高 但氧化物等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大 但氧化物升乘速率随火焰温度指数升高 更高温度提供的能量可以打破氮分子 使氮原子与氧气结合 为了提高增压比同时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解决的方法是先进的燃料喷射技术 高压空气进入燃烧室 面对的是22个燃料混合喷嘴成环状排布 喷嘴的作用很简单 掺混燃油并点燃 这么一个小小的部件 NAS和GE从1995年就开始研发 想要设计制造出完美的喷嘴难度极大 需要精确地控制如此剧烈的燃烧 由于3D打印技术的发展 GE可以制造出具有复杂空气能路的燃料喷嘴 传统的制造工艺是不可能实现的 最终研发出二级环状预混旋流喷嘴 缩写TEMS 所以又是怎样避免产生氮氧化物呢 通过控制氧气与燃料的混合比来控制火焰温度 将火焰温度与空燃比的关系划成曲线 在化学当量混合比是温度最高 也就是空气和燃料完全反应 在这个区域弹氧化物生成量最多 因为火焰温度最高 为了降低氧氧化物 可以向右侧偏 但这会浪费很多未燃烧的燃油 因此需要向左边平燃区域靠近 这就是GNX航空发动机的喷嘴 看似简单 但是需要经过无数次模拟和迭代设计 如果没有最新一代的金属3D打印技术 如此复杂的结构也不可能被制造出来 材料和结构还得能够承受燃烧式的高温 经过长达26年的研发 但氧化物排放降低了60% 同时压气机58比1的增压比创造了新的记录 在增压比提高的同时 压气机极数反而降低了 每一个洞子可以认为是一级 GNX发动机有10级 比前代CF6少了4级 G通过新的叶片设计提高性能 具体是怎么做到的我也说不上来 在这方面能找到的公开资料信息很少 侧面也反映了这项技术有多先进 压气机包括三个整体液盘 背后的加工工艺极为先进 传统的压气机洞子是将各个叶片与液盘 通过损帽结构安装 这种加工工艺简单 但安装可靠性更低 增加装配维护成本 同时空气还可能从间隙耗散 整个液盘则是一体化加工 强度更高 安装简单 效率更高 气动效率的提高也就意味着增压比的提高 当然涡轮也要采用相同的制造工艺 同样提高气动效率 涡轮还受益于材料科学的进步 GNF是第一款采用伽马钛铝合金的商用发动机 这是一种先进的钛铝合金 具有钛合金的耐热特性 同时又通过铝合金减重 代替了传统的镍合金 让这种材料走出实验室用了西方整整30年的时间 波音787是第一款采用这种材料制造的发动机的飞机 为以后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这些所有的技术加起来使得GNX的油耗降低了15% 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此外该发动机噪声降低60% 这要归功于GNX标志性的外观 锯齿型的喷口 这次锯齿不只是为了外观好看 主要的功能就是降低噪声 关键问题是直改喷口形状的作用到底有多大 由于涡扇发动机需要将空气和燃气从外内含到快速喷出 速度远高于外界空气流速 与外界空气的作用会导致剧烈的搓混 这种搓混会产生巨大的噪声 乘客和地面工作人员都能听到 就像是瀑布撞击到水面的响声 涡流噪声很大 锯齿喷口用于控制喷出的窝 让每个锯齿产生小窝 让高温高速的喷气与空气搓混得更柔和 这一点就能降低30%的噪声 波音只需要用更少的隔声材料 降低了整机重量 波音787梦想客机也并非浪得虚名 它的乘坐体验非同一般 噪声控制优秀 燃油经济性高 舒适性强 相信很多人都乘坐过这架飞机 亲身感受到几十年来航空技术的进步 787是波音公司全新一代客机 它比所有的前任们更轻 更快 更易操作 它的引擎更创新 更强力 更安静 并且油耗更低 驾驶舱完全重新打造 它借鉴了最前沿的军事科技 机翼设计很独特 基于卫星中继的技术进步 飞机上的无线网就像在家里一样飞快 还有超大号窗户的另一创新 机人的发明 让其能够自由控制进入的阳光 整个飞机大部分由碳材料制造 这也是行业首创 波音请来全球最佳供应商 组装成千上万的零部件 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纪录片的镜头 来看看法航首架波音787 从购买到正式商业飞行的全程 它是世界航空史上第一架超远程中型客机 机械师是如何进行维护操作 飞行员又是怎样评价这架科技产物 乘务组将揭示全新飞机的安全系统 这里是波音787的第一站西雅图 他们也是在这里思考波音 呼吸波音 梦想波音 这家航空业巨头的年营业额超1000亿美元 世界的各个角落都有波音飞机的身影 今天法航团队来到埃弗里特专用机场 停机坪上停放着一架全新的波音787梦幻客机 这也是波音的第500架787 但是它是进入法国机队的首架787 这架飞机比空客A380或波音777要小 但是它却与这些飞机一样能够飞达远距离的目的地 因此787允许航空公司开辟以前无法做到的长途航线 它的气动学设计和轻巧的机身提供了惊人的可操作性 波音787经过五年多的研究与开发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 基于基本型号 波音生产了好几个787版本 包括7878型 7879型 7870型 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是机身的长度不一样 每个型号之间增加机身长度约6米 最大的一款可容纳330名乘客 短6米的另一款可载290名乘客 最小的7878型可容纳242名乘客 法航选择了其中的7879型为其首个机型 这架梦幻客机长63米 一展60米 最远航程可达15750公里 差不多是三趟从巴黎到纽约的行程 每架飞机的基本价格是2.3亿美元 在这间小会议室里 法航授权转账 五分钟后等波音公司确认收到款项后 双方正式完成销售合同 这相当于1500辆保时捷豪华车的价值 接下来波音公司代表向征信地转交这架787的钥匙 两个小时后 法国机组登机准备起飞 飞往巴黎需要9个小时 这被称为百度飞行 现在只限法航成员乘坐 包括受训飞行员 主管 项目组长等人 飞机的引擎非常强力 如果飞行时两个引擎中遇到一个故障 仅靠一个引擎还能继续飞行5小时 这个引擎也是由法国公司客户指定的 通常他们可以选择通用电器或是劳斯莱斯 今天这架飞机 他们选择安装的是通用电器发动机 这些引擎配备18片碳纤维叶片 20年时间就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7700万吨 它比前代引擎的功率更大且重量更轻 每个引擎要组装数万个零件 该引擎的特点就是液压和气动系统少了很多 同时增加了电器系统的比重 复合材料的制造使其重量更轻 每个引擎可减重100公斤 每少一公斤就意味着节省数百升燃料 这些引擎经过大范围测试 比如注入数千升的水模拟风暴或湿透的跑道 与原来的铝材料相比 全新的复合材料更不易腐蚀 另外引擎比前一代减少15%的二氧化碳排放 引擎背面的锯齿型设计让它的噪音变得更小 全新梦幻客机787的另一个优点就是气动学 当你第一次看到这架飞机就会被它优雅的设计吸引 特别是曲线机翼的造型 它看起来有点像羽毛 还像一只翱翔蓝天的鹰 它的造型大大的提高了声力 机翼的革命性元素是一件部分 这个末端向上的曲线能弯曲到高于机翼水平限近3.3米 制造机翼的新材料非常柔软 设计工程师是从鹰的形态中汲取了灵感 进入波音787飞机的内部 这里有一个介于经济舱和商务舱之间的高级经济舱 还有为高级经济舱特别设计的座椅 座椅能进一步倾斜7度角 达到更宽的51厘米 与前排的腿部间距也增加了5厘米 这让乘客坐在上面会更加的舒适 开发这种全新的机舱耗费了工程师数千个工时 驾驶舱的创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这里配备了全新的HUD抬头显示 它叫平时显示器 这项技术直接来自于战斗机的驾驶舱 交互式透明屏幕可以让飞行员不低头 就能看到绝大数飞行所需信息 包括当前的纬度、轨迹、高度、速度和方向等数据 HUD不是驾驶舱的唯一创新 所有屏幕、通讯和监视系统也被重新设计 高精度的电子设备是飞机实施精确的定位 以往的基载机械仪表、高度计、指南针的时代已成为过去 通常来说远程飞机从未有过燃油经济性这一说法 但是这架全新的波音787将燃油效率作为重要考量 在这里你可以通过燃油表看到平均油耗、燃油量等信息 这架飞机每个引擎时耗油量2吨 两个引擎总耗油量4.4吨 相比波音777的10号7吨油 这说明它每个小时就节省了大量的燃料 较低的油耗主要来自于全新的科技与较轻的飞机重量 波音787梦幻客机比前一代的重量轻得多 这是因为机身首次广泛使用了碳复合材料 这也是全新一代787飞机的重大创新 这架飞机的碳含量高达50% 屡占20% 钛含量15% 这种结合使飞机大量减重成为可能 从而减少了燃油消耗 例如这个高效喷气引擎的中央气缸 机翼和负翼 还有飞机的中央结构全都是由碳复合材料制造 碳的另一个主要优点就是磨损原少于铝材料 此前飞机的最大敌人就是温度和腐蚀 而由碳材料制成的机身则不会腐蚀 从而又降低了后期的维护成本 并延长了飞机的服役年限 用其他金属制造的飞机生命周期在25至30年 而由碳复合材料制造的飞机 它可轻松运行50至80年之久 同时大修起来更容易 波音747大修一次供需4万个工时 而一架波音787检修仅需3000个工时 梦幻客机也是史上用电设备最多的飞机 电机系统正越来越多的替换旧时的机械和液压系统 奔合管道 每台引擎上安装了两个发电机 这些发电机提供配电单元 电力用于雷达 给机翼除冰 给机舱加压等等 并且出于安全考虑 梦幻客机上所有的电力系统都有备份 同时飞机上的无线网覆盖 是增加乘客体验的又一关键 机上搭载的是11寸的大尺寸触摸屏 乘客可用于聊天应用 观影等更多功能 那么在飞行中又是如何实现超快的互联网连接呢 飞机在飞行的过程中联网的关键要素 是这个橄榄球形的驼峰 安装它需要几位机械师联手登上机顶 就是这个天线中继乘客的所有联网 电视、电邮 飞行中它每分钟传输数百兆各种类型的数据 所有波音7879型梦幻客机上都将配备无线网 乘客能在飞行中保持手机通讯、电邮或者上网 它主要依靠机顶的这个天线接收发送数据信号 该设备给乘客提供不间断连接 如果乘客需要上网将在机票以外额外花费5至20欧元 因为这项技术需要在太空工业进行大量的投资 相当于每架飞机投入了50万欧元 它需要火箭将卫星送到距地球3.6万公里处 波音787梦幻客机还有一个革命性的窗户 这是一扇在任何飞机上都没见过的大窗户 这些窗户的大小比以往大30% 但是这些窗户可不是普通的窗户 它们配备了先进的科技 所谓的电质变色系统可以调整有机玻璃的不透明度 透露阳光的多少只需要一个按钮就能控制 那么看似普通的玻璃是如何改变颜色的 这些科技满满的未来窗户生产于这家美国工厂 首先将玻璃上涂上特殊凝胶 凝胶是电导体 然后将它们切割成椭圆形 再通过激光确保没有缺陷 最后把两片窗玻璃合在一起 再其中注入电质色流体 这是一种可根据电脉冲变黑的液体 乘客可以选择五种颜色直到内部完全黑暗 这个新系统的另一个优势就是空姐 不会在飞行时打扰乘客去打开或关闭百叶窗 成员组可以决定进入机舱的光亮 飞机分为左右三区六个独立区域 它们可以选择这些区域或整个机舱的光亮级别 经过九个小时飞行 法航购买的首架波音787将降落在戴高乐机场 在机场上大量的航空迷等着看到这架全新的梦幻客机 在新机进入机场时由消防部门举行洗礼仪式 接下来这架梦幻客机将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它必须在15天内准备好飞往开罗 单个一天的费用就要数万欧元 落地带高乐机场的第二天 787被带到机场维修机库 机械师以事先接受数月的训练 以充分了解这架客机 接下来机械师只有几天的时间 使这架波音适应法航的具体标准 特别是关于安全标准 比如用法航的氧气瓶来替换掉波音的氧气瓶 按照规则每个操作都记录并验证两次 在航空领域这被称为重申 其实在这种梦幻客机2011年首次投入服务时 也因很多故障发生过停飞召唤事件 工程师必须解决很多技术难题 针对新起落架的电动制动器 因电池过热导致的引擎启动问题等等 接下来法航机组需要准备好 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机组应如何处理 这里就是机组训练的地方 他们将机舱模型安装在巨大的液压泵上 这个湍流模拟器可模拟可能发生的事故 包括暴风雨、剧烈气流、再汹涌的大海迫降等情况 同时需要模拟机舱起火的应对流程 只有经过培训获得证书才能上岗 接着由培训师向飞行员讲解急救装备 其中就包括这个巨大的滑滑梯 随后他们进行起飞前的例行检查环节 这也是每次起飞前要做的重要步骤 如果说过去数月的时间 所有人接受的培训都是纸上谈兵 那么今天他们将首次真正掌控这架全新的梦幻客机 这也是法航团队首次试飞波音787梦幻客机 通常飞行员从一架飞机转换至另一架 需要经过两个月的培训 只有在完全熟悉了这架飞机以后才能正式直飞 在驾驶舱 新机组人员需要测试新飞机的反应和动力 同时还需要通过模拟器进行大量的飞控练习 经过了两周的准备后 法航的首架波音787梦幻客机 终于迎来飞往开罗的首次商业飞行 起飞前20分钟将油箱加满油 同时机组人员到达 对于机长要做最后的绕机检查 与此同时乘客开始登机 接下来两名地勤人员帮助飞机离开停靠位置 随后他们向飞行员挥舞红色安全带 表示一切正常的信号 飞行员启动787开始滑行飞向蓝天 好了这就是法航首架波音787梦幻客机 投入商业飞行的全程 从创新的引擎到独特的气动学设计 从智能化作舱到轻巧耐用的碳纤维机身 从未来技术的升级机窗到高度的定制化外观 波音787梦幻客机是创新的结晶 已有67家公司订购1207架梦幻客机 只需2.3亿美元你就能拥有一架梦想飞机 航空发动机的制造是一件极其精密的工程 这里就是劳斯莱斯发动机的制造工厂 从他们推出套件开始制作第一个内部模块 一直到发动机发货只需要20天 其中风扇叶片提供发动机75%的推力 它在全油门时每秒转移约1.2灯空气 今天就一起走进劳斯莱斯工厂 从发动机风扇叶片的制造到各种精密部件的形成 再到发动机的完全组装完成 一睹这一令人惊叹的工程奇迹 所有的一切都是靠纯手工组装完成 并且完成数千个小时的测试环节 最终将飞机送上蓝天白云 因此也让劳斯莱斯发动机成为世界上飞行效率最高的发动机 这是一架波音787梦想客机 它旨在成为有史以来最省油的大型喷气式飞机 被誉为航空旅行的未来 经过多年的开发 这架飞机终于在2009年准备好进行首次飞行 这对于波音公司10年来的首架新客机来说 也是决定成败的关键时刻 此时位于德比的办公室里 众多的工程师围在一起通过网络观看现场直播 没有人比他们更提心吊胆 因为这款飞机搭载的开创性喷气发动机正是这些工程师设计并制造 它使用的技术将为每架飞机每年节省300万英镑的燃料 这款劳斯莱斯发动机也号称是世界上最环保最清洁的发动机 该发动机包括一些世界上最先进的航空技术 劳斯莱斯喷气发动机是在英国各地最先进的工厂制造的 订单价值超过400亿英镑 锦民航发动机就雇佣了大约11000名员工来建造它们 每36小时就必须有一台新发动机下线 劳斯莱斯的主要装配工厂占地120万平方米 这就是位于德比西南角的工厂建筑群 100年来 这座城市一直是劳斯莱斯的故乡 对于居住在这里的很多人来说 劳斯莱斯就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围绕着这家工厂 很多人在劳斯莱斯工作了大半辈子 这里就像他们的家族企业 他们的技术父传子子传孙 一家老小都在这里任职 众所周知 劳斯莱斯曾经以豪车而举世闻名 但这一切都结束于上世纪70年代初 今天的劳斯莱斯汽车实际上是由宝马制造的 该公司的真正遗产却是飞机发动机 他们为世界上一些最具标志性的飞机提供动力 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机和钥匙喷气式飞机 以及备受喜爱的协和飞机 直到今天 劳斯莱斯一直为直升机、公务机和军用飞机提供动力 甚至大型船只 其中的明星产品是开创性的传达喷气发动机系列 包括用于波音梦想飞机的传达1000 所有的传达发动机都是为大型宽体客机设计的 比如波音777和著名的空中客车 但这款用于空客330的发动机是最畅销的一款 这就是传达700 十几年来它已累计飞行1300万个小时 每台传达发动机至少重达5吨 世界上只有两家公司能够制造出如此出色的发动机 那就是英国的劳斯莱斯和美国的通用电器 有趣的是所有最新的新技术飞机 都会选择劳斯莱斯发动机为首飞提供动力 传达700携带242吨的有效载荷 它就像一件美丽的艺术品 但是起初对于普及这款发动机也是工厂面临的最大挑战 由于被订购了400台新发动机 它们每周必须至少生产4台 这里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发动机生产线之一 每一台传达引擎都是由模块构建而成 由8个独立的部分在装配线上组装在一起 但是每个模块都是由成千上万的组件组成 一切都要从这个庞大的零件仓库开始 工作人员需要将每个发动机零件按时交付到装配线 甚至小到一枚螺母 这里的每一个小盒子里的东西价值都不低于1000英镑 整个发动机控制管理单元的配件价值就高达75万英镑 货架上整体存放有价值2亿英镑的库存 来到扇叶的生产工厂 原材料每天到厂后 工人需要操作机器将这块高级钛实心板最终转化为高性能的风扇叶片 风扇叶片提供发动机推力的75% 它每秒转移约1.2吨空气 当它处于全油门时 叶片上大约是90吨的离心负载 这就像将13辆双层80挂在20个叶片上 巨大的风扇是现代大型发动机与老式涡轮吞气发动机的区别 老式的发动机前面没有风扇 完全依靠喷射废气将飞机向前推进 比螺旋桨要快 不过效率低且噪音很大 但是在涡轮风扇中 就像传达发动机这种 能量收集排气仪转动前面的巨大风扇叶片 从而推动大量冷空气静静地环绕着发动机的两侧 这就是推动飞机前进的原因 原来的叶片层是实心的 但为了获得更好的性能 并减轻发动机的重量 传达700发动机的叶片被设计成中空的 每一片风扇叶片都价值一辆普通的家用汽车 首先将三片钛合金金属粘在一起 形成更加加固的合金 整个粘合的过程是工厂的机密 摄像机无法记录制造过程 当三层钛合金结合在一起后 整个叶片像气球一样膨胀并拉着延伸 穿过空腔的那层就像披萨片之间的奶酪 从而留下超轻超强的内部结构 但是在此之前 点平的钛合金复合层 必须被加热并充气使其扭曲成型 工人需要穿上隔热服全服武装 紧接着一根耐热管将叶片连接到高压气源 但仅靠气体不足以使叶片膨胀起来 整个组件还必须在严格保密的 零件温度下装入熔炉 30秒后工人必须远离熔炉 因为周围的温度足以将人烤坏 气体需要4.5个小时 才能将叶片缓慢充气至精确的异形形状 接下来就是冷却缓解 尽管工程非常精密 但没有两个成体叶片完全相同 每个风扇有20片叶片 只有在叶片完美平衡的情况下 它才能平稳地旋转 因此每一片都需经过精确的测量和称量 完成以后就可以送到组装工厂进行安装了 在这里每周有多达150片叶片出厂 人人不断地保证劳斯莱斯发动机的生产进程 劳斯莱斯是一家全球性公司 飞机发动机的某些部件也是在国外工厂制造和组装的 这里就是劳斯莱斯涡轮机的采购部 他们也需要从世界各地采购零件 而并非全部自己独家生产 相信这在全球任何一家大型企业都无法做到独自生产制造 其中最大的一个模块组建在距离劳斯莱斯工厂 仅80公里的一家专业工厂生产 这里就是制造发动机风扇叶片的大型保护壳 也称为风扇盒 它的主要功能是将空气引导到发动机的主核心 并提供一个遏制系统 当断建最初建造时重达5吨 完成后的重量仅有500公斤 所以必须将其加工到非常精细的公差 壁后约为2.5毫米 一共需要经过40道工序 其中最长的工序需要90个小时才能完成 被洗销下来的钢屑也不会浪费 每一片珍贵的材料都被收集起来 并被回收以制造更多的组件 这里一共有140多名工程师 他们中有技术专家 有负责基本技工技能的操作工作 比如车销和焊接金属 其中最有经验的焊接小能手就是威尔逊 他的工作是固定一圈钛合金叶片 将空气顺畅地引导到发动机中 这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焊接形式 他在这工作22年了 几乎所有的发动机叶片都经过他的手来焊接 这项工作的每个焊缝都将进行X光检查 任何缺陷瑕疵都将被取出并重新修复 威尔逊和他的儿子一起在这里共事 整个工厂有一半以上的家庭都是在一起工作 这就是劳斯莱斯的传统 每个人都将这里视为自己的大家庭 他们有着高度的责任心 每台发动机的核心是一个由96个涡轮叶片组成的环 这是整个引擎中最令人惊叹的组件 吞气发动机通过将空气吸入核心 并通过多个压缩机来工作 压缩到其体积的50% 这种空气被迫燃烧 它在燃烧室中与燃料一起爆炸 产生凶猛的气体喷射 它们旋转得如此之快 以至于每个叶片都能提供 与一级方程式发动机相同的马力 这些由96个涡轮叶片组成的发动机核心 其制造过程更是精密 叶片始终工作于恶劣的环境中 它必须以每分钟约1万转的速度旋转 相当于13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运行 该组件本身在合金龙点以上300度的温度下工作 相当于1700摄氏度 所以它们必须被设计成不会融化 劳斯莱斯的设计师使用计算机建模 以设计具有精确图案的叶片 并且在叶片内部放置了一个冷却系统 该冷却系统带走的能量 相当于在20秒内将水壶煮沸的能量相同 但即使有冷却孔 普通金属也不行 所以这时就需要用到材料研究室 它们在这里创造出完全符合设计师 要求的物理和化学质量的新金属材料 使用电子显微镜 材料科学家可以精确分析微观结构合金 检查金体结构和金属混合物是否完全符合预期 即使是精细平衡的合金配方 也不是涡轮叶片中最先进的技术 为了将金属铸造成复杂的形状 它们使用了一种独特的工艺 这又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秘密 叶片是通过将金属单金生长成正确的形状制成的 它始于一个复杂的手工制作的刀片模型 其秘密部分是融融金属冷却的方式 通过模具底部的螺旋管管子阻止除了一个固体金属金体之外的所有金体通过 允许该单金在整个模具中生长 一旦成型后每一个叶片都经过反复的彻底检查 接下来每片叶片还要经过四天的金力加工 而且由于对叶片的特殊要求 它的尺寸必须精确到头发宽度的十分之一以内 但创新是一项有风险的业务 设计并制造新型发动机的巨大投入几乎让劳斯莱斯公司倒下 当装配劳斯莱斯发动机的洛克希德三星客机获得巨大的成功后 从此发动机成为劳斯莱斯皇冠上的明珠 直到今天 传达仍然作为整个大型喷气发动机系列的基本设计 该引擎帮助他们从小企业成长为全球竞争对手 并安装到超过一半的客机身上 新订单的价值超过400亿英镑 这里就是劳斯莱斯的发动机组装工厂 德比工厂的核心就是所有传达发动机的主要装配线 生产线必须像发条一样运行 从一开始就进行每个构建组件完成发动机组装 在这里一台发动机从制造第一个内部模块开始到出厂 只需要短短的20天 首先从组装最大和最复杂的模块开始 数以百计的精密叶片全部手工装配 四天后发动机的凯夫拉尔包裹铝制风扇罩的工作开始了 超过4000多个控制单元和传动部件被安装接线 这些也全部由人工手动完成 与此同时另一组人将引擎的八个独立模块装配在一起 每一个模块都完美地贴合 紧接着安上紧固螺丝 每个螺丝都调整到精确的扭矩 在整个偶合操作的过程中不能有任何磕碰 否则需要反攻喷漆 接下来就是安装巨大的风扇叶片 仅一片的扇叶价值就抵得上一辆家用轿车 至此整个风扇部件被安装完成 现在将发动机组掉到一边 接下来将其横着掉起 两吨柜金属在离地面仅几英尺的地方摆动 引擎已经为最后两个最大的模块做好了准备 这就是与风扇模块进行连接 经过两周的组装 每台完成的发动机都配备了巨大的空气动力学管道 定慢慢运到工厂专门建造的飞行测试中心 在这里它将在最恶劣的模拟飞行条件下进行运转测试 工程师监测它的振动 旋转速度和温度等数据 以确保一切正常运行 这只是最初步的测试 在正式交付前还有更加具有挑战性的测试 在这里它们要进行数千个小时的测试 以证明发动机是适航的 针对每个最新设计可能需要两年的测试时间 其中包括在气温低至零下40度的条件下冷启动 以及冲水测试 它们以每小时3万加轮的速度注水 发动机不可损失推力 这项测试需要证明它可以应对雨水和冰雹 并且压缩机可以应对通过发动机的水量 此外还有撞击测试 以最大起飞速度从圆盘上射出并射入风扇外壳 这种测试非常昂贵 但是必须要保证引擎的绝对安全 测试完成后这台引擎也就宣告报废 只有像这样牺牲整个发动机 它们才能确定风扇箱确实发挥了作用 直到一切数据都没有问题以后 发动机才能交付给客户 说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飞机毫不为过 它也是一架天空中的新星 作为欧洲空客的全新利器 用以对抗它的老对手波音787 它是当代科技创新成果的极大成者 攻克这一伟大的工程挑战用了八年的研发与试验 那么你是否知道A350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高科技 与它的前辈A330和A340相比 新一代A350的重量更轻 但是动力却更强大 因此飞机更加省油 它比空中巨无霸A380小了很多 也正因如此 它更易于商业运营 A350机长达到了67米 两对机翼的翼展跨度长达64米 相当于一座足球场的长度 它为洲际飞行而生 可以承载最多350名乘客 飞行航程超过14000公里 同时却比它的上一代机型少 消耗25%的燃油 其中53%的机身油碳纤维材料构成 这个比例位居世界第一 这种材料比A330和A340所使用的金属材料 轻了四分之一 全新的发动机兼具更澎湃的动力 与更少的燃油消耗 今天就随同它的试飞员和工程师 去深度地了解这件精美的科技皇冠 为了达标试航安全标准 难以想象这架飞机经历了怎样的磨难 它需要经受住极端的寒冷天气 以及极限的强度试验 A350的这一机队总价值15亿欧元 这些飞机就是我们常说的型号验证机 正是借助这些验证机 研发团队可以同时安排更多的试飞任务 使得空客可以不断地升级A350的性能 包括它的舒适性以及安全性 尽管它已于2015年1月完成了首次商业飞行 但是试飞依然持续进行 这里就是法国的屠卢字 一个代表欧洲航空实力的标志性城市 这里有约4万人为空客公司工作 马丁舒曼作为A350机组中 两位德国籍飞行员中的一位 他驾驶的飞机正好是我们今天将要参观的 现在是起飞前的两小时 马丁舒曼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航前准备会议 布鲁诺将会领导今天的试飞工作 他是最了解这架飞机的飞行员 同时也是本次飞行的观察员 这是第二架从图鲁兹出厂的A350原型机 A350二号机 今天的测试飞行线路是从图鲁兹直飞慕尼黑 接下来还有一个半小时起飞 经过驾驶员精巧的操作之后 A350在停机坪上就位 同时作为飞行观察员 布鲁诺是二号机的负责人 自出场起他就伴随着这架飞机 尽管这架飞机已经被仔细检查过了 布鲁诺还是像往常一样执行航前检查 他要检查轮胎状况 发动机叶片 以及机翼等重要部位 确认一切没有问题后才可以起飞 与此同时飞行员马丁则在操纵这架飞机 另外一些小白鼠乘客也会随同专家一起乘坐本次试飞 他们会对飞机的舒适性 网络信号以及空气质量进行评测 所有人员登机完毕后关闭舱门 马丁与另一位飞行员正在驾驶舱里为起飞做准备 布鲁诺坐在他们后面坐镇指挥 他对今天将要执行的试飞内容了如指掌 并且会全程记录下所有的测试结果 接下来将发动机推到最大推力 此时这架A350的推力高达76吨 耗资100优元打造的A350还有哪些独门秘籍 其中专门设计的罗罗引擎也是A350的一件秘密武器 我们通常将发动机前部巨大的涡轮称为涡轮风扇 它的直径长达3米 由22片钛合金叶片组成 在起飞时每一个涡轮叶片每秒能够吸入1.3吨空气 足够在两分钟内将巴黎大剧院的空气循环一变 这个大风扇提供了80%的发动机总功率 都是依靠这种先进的特殊形状叶片 才具备了非常高的进气效率 也更加降低了噪音 同时还能减轻自身的磨损 空气一旦进入发动机就会被压缩 通过精密的压气机后 空气降与燃油在燃烧室混合 混合燃烧的温度超过2000摄氏度 在被喷出之前 炙热的燃气还需要推动后面的涡轮做工 处在发动机后方的涡轮叶片可以提供800马力 这相当于一辆F1赛车的功率 而这一涡轮配备有68具叶片 这也就是相当于68辆F1赛车的动力 回到试飞的S350飞机上 飞机依靠强劲的发动机已经完成了爬升 在马丁和另一位飞行员的操作下 它飞行得相当稳定 这架飞机飞起来就如同滑翔机一样轻盈 这不仅仅归功于它的气动设计 同时也应该解释为碳纤维材料的功劳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材料 我们来到它的制造工厂 碳纤维复合材料是A350最大的创新之处 它是航空界革命性的产物 它比之前飞机上大量使用的铝药轻25% 并且更加坚固 刚度也更好 机翼与机身基本上都由碳纤维材料制成 由于碳纤维材料更硬的特点 A350的弦窗比它的前型号大了30% 并且不会削弱飞机机体的强度 同时这一材料允许更好的加压仓室 乘客的呼吸也会更顺畅 机身由数层碳纤维材料组成 它们就像三明治一样被压在了一起 在中间有一层铜质层 它是飞机遭受雷电的盾牌 为了制造这些材料 第一步便是把十几微米厚的碳纤维数交织在一起 使用纺织机就可以办到 它每分钟一米的速度所织出的材料就有600万数碳纤维 再把小片的碳纤维之物互相粘叠起来 这次它就被加工为相比钢货履更复杂的形状 材料在树枝模具中铺平 然后进入热压罐中 接受高达700摄氏度的烘烤 没有任何金属机身能够如此兼具轻质与坚固 起飞20分钟后 工程师在飞机中塞满了传感器 这些橘红色的支架几乎遍布整架飞机 这样飞机内的温度变化 照明 气动特性统统都会被分析到 这些传感器通过电缆互相连接 储存的数据被集中在飞机尾部的电脑中 斯蒂芬是这架试飞飞机的灵魂人物 这里会有高达60万个飞行参数 需要他和他的团队来进行分析评估 其中飞机操作的检测设备在底部的货舱中 这里是所有的基载计算机以及他们的电缆 你敢想象一边开飞机一边刷抖音的场景吗 实际上这在空客A350上已经成为现实 这就是飞机上的新物种 高速率的互联网连接 在驾驶舱中也能全程往上冲浪 同时还可以使用手机 当然还能收看十几个高清电视频道 从而实现了一边开飞机一边看小电影的惬意 这一服务还并不是专供飞行员的奢侈品 所有的旅客都可以享受到互联网冲浪的乐趣 飞机上装载了显示高质量视频的屏幕 让A350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使用互联网的功能 全都依靠机背上这个高科技设备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线 它将获取的数据提供给机上人员 在所有的飞行测试中 飞机与图卢兹空客团队的联系是不间断的 在这座叫做姚测中心的办公室内 众多的工程师正在关注着A350试飞的动态 他们记录下所有的数据 并向机上测试人员上传试验信息 他们与空中试飞团队紧密沟通协同工作 对于在这座大厅的工程师来说 其中有一架次的飞行至今难忘 那就是A350飞机的首飞 时间回到2013年的6月14日 位于图卢兹布拉尼亚克机场 6位试飞员走下停机坪 接下来他们进入这架A350各自就位 飞行员 工程师 机械师等所有人都配备了降落伞 这也是首飞的规定 因为必须要考虑到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 几分钟后 飞机即将起飞 专家们则通过姚测大厅监控整个首飞过程 这次飞行也同时会向欧洲所有的空客研发中心转播 A350飞机的问世是全球超过6万人一起工作的成果 首次起飞的过程如预期一致顺利 自2013年6月首飞后 空客便正式决定投产350 这架飞机的生产沿用了一套独一无二的制造系统 不同的零部件制造分布在四个空客的创立国 那就是法国 德国 英国以及西班牙 其中德国生产前机身与后机身 前起落架和垂直尾翼 西班牙生产机尾和机腹 法国生产机头 中机身和中央起落架 英国生产发动机并组装机翼 而这些部件全部集合到图卢兹进行总装 为了这架非凡的飞机 一定要建造一座非凡的工厂 2008年空客在图卢兹启动建设一座巨大的建筑 专门用来打造A350 他们在屋顶架设了太阳能板 建筑本身所需一半的电量都来自这些太阳能板 同时也制造了这架专门用来运输零部件的大白鲸运输机 因为它长得就像一只巨大的白色鲸鱼 大白鲸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在图卢兹的布拉尼亚克机场 空客公司总共拥有5架 大白鲸被设计用来运载超大号零件 它就是天空中的快递老哥 在图卢兹的车间里 大白鲸从它高达17米宽7米的货舱里卸下超过50吨的货物 这些部件就像是一个个巨型的积木被送往总装线 告诉你组装一架空客A350飞机 就像玩一具乐高积木那么简单 你相信吗 因为它实现了极差极用 首先第一步就是机身的总装 将三个分段进行连接以便获得完整的飞机机身 所有运笛此处的大部件都已安装好了线缆以及内衬 在生产线上只需要将它们互相对准进行锚接 装配机翼也是一件很精细的任务 每一个机翼都有32米长 全部的操作任务由技术工人 机械师以及工程师配合完成 在空客的叫法中 大家都称呼为工友 当每一个部位操作完成后 必须检验合格才能批准进入下一个制造环节 对于内饰的安装 一种称为极差极安的组装系统 能够更加轻松的安装零件 结构 内饰板 厕所 行李架等等 就像是在组装一个巨大的拼装玩具 安装这些板件近乎在玩积木游戏 这样为制造A350节约了大量的时间 同时在驾驶室中 一位工友正在做故障注入测试 所有线路系统超出想象的复杂 所以要设法尽可能的轻便 在舱段结束之后 接下来就是发动机部分的安装 这是一台直接从英国运来的罗罗引擎 它也是这件大积木游戏拼装的最后一件核心部件 在整个制造阶段 工人使用了成千上万的锚钉 很难想象这架价值三油元的科技珍宝 仅需三个星期就能组装完成 A350被命名为XBW超宽机身 6米的客舱宽度为乘客提供了不一样的体验 它在舒适性方面最厉害的地方 首先是客舱两边的壁板几乎垂直 当你坐在窗户旁边的时候 你的肩膀会有足够的空间 由于客舱比A330宽了33厘米 所以提供了更大的座椅 同时还安装了电动窗帘 乘客可以随意调整想要的阳光环境 为了净化客舱中的大气 他们安装了极其强劲的气源系统 两个全新的臭氧率每两分钟 就可以更新移变飞机中的空气 让350能够拥有比你外科手术 是一样的空气质量 所有的东西在A350上都变得很大 乘客可以携带更多的行李 一个行李架可以放下五个标准登机箱 头等舱座椅一如既往采用了更加先进的手段 保证乘客的绝对舒适 多亏使用了复合材料 飞机变得更加安静 另外使它更安静的原因 还因为通过技术研究飞机可以更好的滑行在空气中 它的机翼柔软至轻 实际上它比肉眼看起来更加的轻 因为它是空心的 机翼由这种叫做异类的结构件构成 这些部件依次从机翼结构的异端排列到另一端 这些结构都被一种碳纤维蒙皮包裹起来 这是一项世界领先的技术 同时一部分航油将会储存在机翼中 两翼各自储存差不多25吨燃油 一套复杂的阀门系统可以使得这部分液体燃料 在两边的机翼间循环流动 目的是平衡左右机翼的燃油重量 另外还有约16吨燃油储存在中央翼中 依靠着这些排布在机翼后援的翼片 飞行员可以改变飞机机翼的形状 这些翼片由一根下方整流罩中的电机作动 从而缓解气流带来的颠簸 机翼的这对机翼同前方的机翼有着相同的工作方式 利用翼片的作动 在起飞和着陆阶段用以控制飞机的抚养姿态 空格A350是世界上最省油的飞机 甚至比汽车还要省油 这要归功于在它的每一片机翼的顶端 都安装了一片卷曲的小翼 叫做一梢小翼 这让它有着与它的前辈相比消耗更少的燃料 从1950年的每百公里单座油耗需要10升燃料 2005年在A380上实现了3升每百公里每座的燃油消耗 而A350上仅需要2.5升每百公里每座油耗 极端轻柔的机翼在气流的作用下呼扇着翅膀 像集了一只白色的大鸟 机翼摆动的增幅有时高达5米 所以机翼的强度也因此变得至关重要 它必须是飞机上最坚固的一部分 它的强度设计需要非常完美 在这座特殊的厂房内空客A350的机翼经受了飞人的折磨 一旦飞机推入机房 它就会被一大堆金属结构架围住 就像是一座铁牢笼一样 机翼上密布着各种钢篮 同时他们在机翼上安装了12000个传感器 客舱同时也需要加压到如同1万米高空的环境中 工程师们密切关注着传感器发来的数据 巨大的液压刚开始作动 在数个小时中 这些加压活塞会从高到低反复折磨机翼 并在折断的边缘疯狂试探 机翼弯折向上高达数米也并没有脆断 如果此时任意一个舱门打开 剧烈的泄压会将飞机连同厂房一起炸飞 另一项测试就是暴雨下的起落架特性试飞 一些安装好的水池用以模拟积水的跑道 接下来就是机尾摩擦地面测试 飞行员让飞机尽量上仰来测出飞机最小起飞速度 为了测试设备对极端天气的抵抗能力 他们驾驶着A350来到了佛罗里达州的迈进来市 这个研究中心非常的独特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气候实验室 为了将飞机推进厂房 需要将一梢小异拆下来 法国团队和美国团队每天早上都汇聚在一起召开总结会 巨大的管道用以将发动机产生的废弃排放出 因为实验室里发动机全程处于热机状态 空客团队关好舱门并在飞机中各就各位 接下来模拟设定全球各地的各种气候 测试飞机的电气设备能否承受 通过湿热的高温环境后 接下来就将实验室的温度调整到零下40度 在极地的寒冷中度过了数小时后 飞机上已经结满了双冰 同时检查所有设备是否正常工作 包括电船系统、电池系统、仪表板、空调系统、起落架等等 一切没有问题就代表着实验成功 回到试飞测试的A3502号机上 离将洛姆尼黑还剩下45分钟 两位飞行员还在执行着关于航电设备的试飞科目 在这架飞机上 为了降低飞行员的操纵难度 他们采用了十分著名的测杆电船控制 大部分的在驾驶舱的飞行操作 都与其他空客飞机相通 飞行员只要8天的模拟训练 就能够在A330和A350两种飞机间来回切换 要说空客A350是当今世界上最安全最高科技的飞机 估计连老对手波音787也自愧不如了 在经过了两个小时的飞行后 这架试飞A350即将到达目的地 机长与飞行员同机委的工程师开了一个总结会 所有的项目都按计划完成 包括空气质量 操纹 多面反馈 互联网 最后就剩下最紧张的降落时刻 此时350会接入一款安装在地面的仪表着陆系统 这款智能系统可以帮助飞行员完美的对齐跑道 飞机开始下降 跑道就在眼前 飞机将以2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接地 此时飞机的10个轮子将要承受200吨的压力 为了避免暴胎的风险 机轮配备了一套胎压监控系统 这些信息通过WiFi网络被实时传输给地面 起落架当然是飞机的一项核心系统 就在不久前他们大都还是刚制的 通过空客的研发 目前S350用的是全新一代Ti起落架 这是一种比刚要皆是但却轻两倍的金属 同时一个非常高效能的刹车系统就安装在机轮上 这是最新一代的碳刹车碟 能够更好地承受飞机刹车过程中的高温 他们被设计用来承受高达2000度的高温 在刹车的过程中除了刹车 机上的扰流板 还有发动机的反推装置都会同时工作 这次他们完成了完美的试飞测试 随后A350获得了试航证 这代表着未来空客更具竞争力的产品问世 第一个被350迷住的客户就是卡塔尔航空 2014年的多哈 空客为说服土豪的卡塔尔航空购买A350 而不是竞争对手的波音787 他们进行了一场浩大的演示飞行 当时欧盟主要成员国的政要都来到现场 随后卡塔尔航空公司签署了第一笔大单 第一架A350飞机于2015年1月15日开始直飞 一旦合同签署 就剩下为飞机喷上航空公司的涂装 黄绿色的飞机来到喷涂房 这是生产过程中喷涂的防腐湿底期 整机涂装大概需要一吨左右的油漆 每一步操作都像艺术家的活 一定要精心设计涂层才能喷涂好航空公司的logo 在图卢兹的厂房里 上期工作持续不到一周的时间 飞机最终准备好了 其他航空公司 诸如越南航空会在2015年接机 法赫航在2016年接机 凭借S350 空客野心勃勃的希望 攻下全球50%的洲际客运市场 这一市场此前一直被波音主宰 所以说350也是欧洲回应美国力量的科技凝聚 首先就是技术上的挑战 包括附和材料的结构 它对燃油消耗的控制 多重的科技创新 一共用了8年时间来攻关 花费了超过100亿欧元的投资 数亿千计的工程师 飞行员 技术工人 不同国籍的人工作在一起 才创造出了这家天空中的新星 仅在2015年1月 它首次商业运营之前 订购的数量就超过750架 空客希望在接下来的20年里 能够卖出1500架A350 相当于占据全球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 好了 这就是当代航空科技创新成果的 极大成者空客A350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奢华 最舒适的私人喷射机 正如川普自己所强调的那样 唐纳德川普的波音757 是世界上少有的体积庞大 可以搭乘228位乘客 是一班私人飞机的三倍大 长47米 翼展39米 机翼高14米 除了各种黄金装饰以外 还有专职的飞行机长 最令人心旷神怡的 当属美丽的私人空服人员 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 这里是美国富豪名人的聚集地 有一架名列世界前茅的奢华大型喷射机也以此为家 这架波音757就像是时髦窈窕的长腿美女 受到的待遇可比拟她的主人 每次她降落时 私人机场的游客都惊得目瞪口袋连忙拍照 但是他们却不能走上前进距离接触 因为她的亿万大亨主人可是不同寻常 这就是唐纳德川普的私人飞机 这架波音757也是同型飞机中的巨人 迎面走来的正是川普将生命托付的男人 他叫约翰·邓肯 自1989年以来断断续续担任川普的私人飞行员 他的工作重心就是确保飞机正常运行 让唐纳德川普能够准时安全地穿梭于各地 邓肯当了一辈子的飞行员 不过如今他算是接下了极大的挑战 因为他要驾驶的可算顶级私人喷射机波音757 这架飞机上的设计皆属一流 配备了高推动力的罗尔斯·罗伊斯引擎 对于客机来说 它的速度极快 体积很大 乘坐很舒适 对乱流的适应力也非常好 它就是飞机中的法拉利 能够搭乘228位乘客的川普号波音757 是世界上体型庞大的公司商务喷射机 它也是波音公司品质顶尖的飞机 这架飞机内价值达1亿美元的金屎如果融化 足够为整辆灰狗巴士的外层镀上一层金 其中包括安全带 灯座 饰条等等部位 舱顶箱板都采用超软的陆皮制成 座椅采用高档皮革 橱柜是罕见的红木 这架飞机还有一个放映室 其大小如同一个大型家庭剧院 配备75寸的大电视 满足你在蓝天白云上欣赏动作电影的需求 这架波音757上甚至有两间卧室和一间淋浴室 川普的飞行员可不是泛泛之辈 约翰·邓肯天生就有航空的血统 他的父亲曾是军机飞行员 在邓肯15岁时就叫他驾驶飞机 邓肯甚至最先学会了开飞机后再去学开车 试问在座的各位有谁能做到 在担任川普多年的私人飞行员期间 邓肯对自己的职责心如明镜 每次的飞行计划都要很完善 要做到这样很不容易 因为他的老板很忙碌 行程通常难以事先预测 川普做事通常让人难以捉摸 经常一有临时通知 邓肯就要尽快而有效率地处理 因为川普有一句招牌台词 所以邓肯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现在他正在安排带川普从棕榈滩飞到位于纽约的两个家 首先他打电话预约在拉瓜迪亚机场降落的时间和跑道 但这次不是一般的飞行任务 因为这次飞行完成后 飞机要做一次全面的例行安全体检 这架飞机每隔18个月就要做一次全面详细的检查 这也是美国航空总署的要求 确保飞行的过程一切完善没有问题 但是邓肯需要赶时间 因为在三周内川普需要到伦敦担任一个主题演讲人 他希望乘坐这架波音757前往 所以留给邓肯的时间就非常紧迫了 现在邓肯和副驾驶布莱恩进行绕机检查 首先在停机坪上目是检查 然后检查飞行清单 接下来就是等待飞机的主人前来 伊万大亨唐纳德·川普开始登上他的波音757私人喷射机 比如飞机上的卫生状况 以及去驾驶舱了解机长最近的状况 即使这只是从佛罗里达到纽约的例行飞行 机长邓肯也要做到尽善尽美 邓肯和川普互相了解 是基于多年的信任和尊重 否则川普也不会将关乎自己性命危险的工作交给邓肯 这架飞机的内装 不仅感觉像劳斯莱斯 实际上他还搭载了两个罗尔斯·罗伊斯引擎 这也是川普原本就极力要求的部分 他认为这是航空业最安全的引擎 也是同行中最安静的引擎 他们在有噪音限制的机场降落也完全不成问题 接下来邓肯启动引擎准备起飞 这台引擎有着约4万磅的推力 仅需20分钟就可以将飞机推送到14000米高空 接下来邓肯要驾驶这架波音7571路向北 从棕榈滩飞往纽约 吉亚佩罗洛是川普的私人空服员 他从2005年开始就为唐纳德·川普工作 在一架可以承载228名乘客的飞机上 空间对于仅仅一位乘客来说就很大 通常情况下空服人员就只为川普一人服务 飞机上包含有18个高级座椅 两间卧室媒体室和美食厨房 川普对此事称心如意 他们在两个小时内就能抵达纽约 随后川普回到他在纽约的帝国巅峰川普大厦 他赚钱的生意几乎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与此同时邓肯机长则驾驶波音757回到空中 他用了45分钟加油 然后飞往乔治亚州的布伦瑞克 飞机将在那里进行检修 以达到川普要求的高标准安全状态 即使有两班人员夜以继日的工作 要保证下一趟任务能按时起飞 维修进程也会变得很赶 这里大约有100多名高级维修技工 因此才能接到川普这样的大客户 这次川普要求的升级却非例行检修那么简单 他们要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检查 还要升级内装 安装无线网络系统 然后升级涂装并改装邮箱 他们只有三周的时间把所有项目及时完成 才能让川普接下来顺利飞往英国进行主题演讲 这是一个大工程 要处理的工作非常多 但是时间却很短 很快这架飞机已经待在检修是一周的时间了 川普的私人机长邓肯从棕榈滩前来监督工程进度 他要确保一切进展顺利 此时飞机的内部变得一团乱麻 内装拆的七零八落 都是为了安排全新的无线网络系统 川普的木匠迈克科特需要谨慎处理内部的细节工作 他们从后面往前开始制作 同时川普还想要换掉厨房的地板垫 因为中间的裂缝破坏了他要求的完美无瑕 邓肯也要对各种小细节叮嘱到位 以免日后川普先生对改造心有不满 为伊万大亨唐纳德川普改造一架私人飞机是什么体验 这让周围的人都忙前忙后如坐针毡 这一位就是川普的德利副总裁监首席助理罗纳格拉夫女士 他为川普工作已超过二十多年 他打来电话询问邓肯机长维修进度如何 他想知道这架飞机何时可以飞往拉瓜迪亚机场 带川普前往英国 在确认好时间以后 他将时间安排再转达给川普 现在工程进展到引擎部分 引擎的前整流照送到转包公司进行维修 到目前还没有送回来 前整流照是覆盖引擎前方的原型照 它的作用是引导空气进入涡轮并保护引擎不受损害 没有前整流照飞机就不能起飞 接下来邓肯机长回到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 开始规划前往英国的飞行计划 他打电话到伦敦史坦斯特机场的固定飞机托管运营商 通常像川普号757这种规模的私人飞机有特殊要求 一般商业服务无法提供服务 邓肯必须亲自确认一切细节 包括对飞机的清洗服务 以及运送行李的装载机 还有对方机场的阶梯是否达到机门的要求高度等等 但是就在邓肯安排飞行计划时 坐在川普大厦里的川普对处境计划 又丢出一个意想不到的改变 大家对此都细以为常 因为川普经常就是变来变去 谁也捉摸不透 接下来川普决定在飞往英国伦敦之前 他要前往苏格拉阿伯丁 目的是加强促销他最新的高尔夫球场 并在那里停留两天的时间 现在的任务已经敲定 博音757将从布兰茨维的检修站出发 到达纽约拉瓜迪亚机场接上川普 然后到达位于苏格拉阿伯丁的川普高尔夫球场停留两天 最后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伦敦史坦斯特机场 邓肯机长面对变来变去的计划也只能欣然接受 他需要提前对这些地点做好功课 他知道在阿伯丁需要特别注意 因为那边的跑道非常短 必须确保起降是维持适当而精确的重量 于是他调整好飞行计划 与此同时波音757的检修几乎完成 所以邓肯赶紧回到布兰茨维的检修站 就在同一时间 飞机的前整流罩也维修完成送到这里 乍看之下一切都很完美 但是他们突然发现送来的其中一个整流罩的序号 与川普号原先送去维修的不一样 因为川普的这架飞机还比较新 他希望所有的零件都是原装的 而不是中途更换过的 在一番沟通后 对方保证将正确的部件马上送来 接下来就是安装整流罩的时刻 与此同时内装部分也在解锣密鼓的进行 由于川普对细节的要求非常高 所以他们在操作时都需要戴上白手套 确保所有的零部件没有划痕 在安装好每一个零部件以后 都要确认线条的对齐程度 此时内装的面板也在一片片的组装完成 组装完成以后 接下来就是用牙刷和清洁喷剂小心的清洗 他们需要将飞机的内部打扫得一尘不染 邓肯机长说 川普的势力就跟老鹰眼一样 哪怕是一丁点的污染都会引起他的注意 完成飞机的内装以后 就是飞机的外部涂装环节了 工厂里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川普号波音757的外部涂装 他们需要将川普飞机的外观做得很拉风 因为川普不差钱 他要求维修站将这架飞机整得像风一样的美男子 但是改装可能会让飞机重心偏移 所以完成以后他们需要过磅称重 他们在飞机下三个不同的点放上起重机 分别位于两个机翼和机头 然后缓慢地将飞机抬起 得出的结果是这架飞机的总重量达到了144吨 接下来只剩下一个小时就需要开着这架飞机去接川普了 现在将飞机脱离机棚进行加油 在所有可预期的计划中 唯一可能影响起飞的就是未完成的地板电 还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完成 此时川普又打来电话催促进度了 如果不能在午夜前及时到达拉瓜迪亚机场 机场很可能会关闭跑道进行维修 在延迟两个半小时后终于完工 现在这架飞机正式起飞前往纽约 他们前往拉瓜迪亚机场 那是美国非常繁忙的机场 于是邓肯机长计划赶在晚上9点前到达 让川普登上飞机 由于这架飞机安装了加速器 所以机长还是很有信心能够准时到达 在邓肯驾驶飞机飞往拉瓜迪亚机场时 川普大厦的餐厅正准备晚上飞行的餐点 厨师说这里每一天都是感恩节 行政总厨克里斯迪瓦为航空餐点设定了高标准 他们今晚只为四位乘客做菜 即使这只是一道宵夜 他们仍然需要全力以赴 主要的菜肴有龙虾沙拉 开胃鲜仁 烤火鸡肉 烤牛腩和自制卤水牛肉 同时再配上自制饼干和食锦蔬菜沙拉 可以说是相当的丰盛 随后厨师通知川普的保镖 安排餐点的运送 这些食物都是用透明的塑胶和包装 让机场安全人员可以检查 餐点也是直接从川普大厦运送到他的波音757 此时飞机也快到达拉瓜地亚机场 但是天气开始变得异常 一般客机和私人飞机可以花时间在待命航线盘旋四级降落 对于亿万富翁川普来说也没有快速通道 还是要以先到先服务的原则办理 尽管地面有物 邓肯终于获准降落 作为私人商务喷射机的飞行员 邓肯必须向较小的私人航空站报道 他们没有任何商业航空公司的支援 因此到达机场时需要自己加油 自己准备餐点 自己安排洗手间的设备 机场预计晚上9点前离场 在此期间足足还有三个小时来完成这些工作 但是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老板川普会不会准时出现 会不会又临时改变主意 于是他再次打电话进行行程确认 此时川普还在办公室背着总统辩论稿件 他要等到看完才会离开 川普的手下也正在有条不紊的安排着出行方案 他们只有半小时让川普通过机场的私人安检 然后上飞机起飞 接下来一切准备妥当 只等川普准时抵达机场 为亿万富翁川普的一次出行计划进行安排 让所有人可谓焦心焦虑 现在是深夜11点40分 地点位于纽约拉瓜地亚机场 20分钟后机场就要关闭 但是还是不见川普的人影 如果再十分钟不来 很有可能今晚就无法去往苏格兰的川普国际高尔夫球场 大家都在焦急的等待 就在关键时刻 川普美丽的私人空服员得到今晚的第一个好消息 原来他提前收到消息 川普正在经过安检 很快川普出现摆出他的招牌动作 随同的还有唐纳德·川普二世 他今晚要和他老爸一起搭机 同行的还有川普公司的高级主管 接下来邓肯启动飞机正式起飞 此时距离到达苏格兰差不多5个多小时的航程 川普的这架波音757私人喷射机飞越北大西洋 巡航高度是41,000尺 飞行6小时后 飞机准时到达苏格兰阿波丁准备降落 跑道不到2000米长 对于这架飞机来说很短 邓肯机长依靠老道的经验顺利降落 川普的第一个事项就是探访他的高尔夫球场 此时机长和空服员得以去酒店休息片刻 但是川普要求等于会开着飞机去球场上空低空腐略 川普热爱打高尔夫球胜于一切 这里就是川普国际高尔夫球场 占地240万平方米 于2012年开幕 川普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给他的球场做宣传 他给这里的定位就是无论你走到世界的哪个地方 这里都是打高尔夫球最棒的地方 川普对他的高尔夫球场和他的波音757同样感到自豪 第二天邓肯按时来到飞机驾驶舱 他今天要驾驶飞机低空掠过川普球场 这给机长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此时川普乘坐专车难得准时到达 他要求低空掠过球场时的高度是越低越好 但是邓肯机长受到的航空管制是不能低于3000尺 由于川普的大名在外 最终他们准许这架飞机在1500尺的高度飞行 波音757的主要功能是飞得又高又快 而不是又低又慢 为了在下降和减速时增加升力 机长延长了机以前的缝翼 同时让后面的机翼放低 邓肯机长按照川普的要求在球场上空进行八次行盘旋 此时速度很低 只有时速315公里 完成任务后 接下来他要带着川普飞往伦敦 在这里将川普放下 邓肯需要在飞机上补足4万3000升喷射机燃料 天黑以后川普完成了行程归来 接下来他要乘坐这架飞机回到纽约 这趟行程需要6个小时 对于川普来说 这架飞机可以满足他很多的商务会议 在这样的环境下 他完成了一单又一单大生意 好了 这就是川普号波音757的航行日常 工人正在将16吨重的钢水浓汤倒入两个巨大的胶筑钢包 这里就是德国超级柴油发动机MTU8000的制造工厂 它是世界上功率最大 速度最快的柴油引擎 这种最先进的地中海连体渡轮上 就装配了四台MTU8000超级引擎 它让这艘1500吨重的连体渡轮最高可加速至42节 达到时速75公里 这台发动机是一台27缸的共轨柴油引擎 长度达到7米 宽度为2米 高度达3.5米 整个机组和蒸汽机车差不多大小 重达48吨 20个气缸350升的排气量 13600匹马力 每小时能消耗2000升的燃料 其中最大的最核心的部件就是巨大的驱轴箱 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它是如何制造的 整个发动机的制造来自于德国这家铸造厂 早在15世纪的时候 这里还是一个小铁匠铺 它们有着600多年的打铁铸铁成型的传统 现在铸造厂的三个高炉高速的运转站 工人们正在制造的就是MTU8000超级引擎的驱轴箱 这些就是用来铸造超级发动机的原材料 它们主要是废钢 生铁 人造石墨 碳化硅等 胶筑这样一台驱轴箱需要消耗16吨的原材料 工人需要不断地注意炉子的温度 只有当炉子达到1500度时 钢水才能运往模具铸造 这个过程中工人需要不断地将这种测量管带着温度感应筒 放到熔炉里去测量 每当达到不同的温度时 工人就会相应地往熔炉里加入原材料 这样才能确保驱轴箱的硬度和韧度 时不时地还要咬出一勺来品尝一下 将浓汤倒入样品干锅里 干锅里放着一个小小的测量管 目的就是测量温度变化的过程 并将结果传到隔壁办公室的电脑里 如果这些浓汤按预定的过程冷却 就证明了原料的配比是正确的 巨大的热能是靠电流产生的 和家用电磁炉的原理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用的三个工瓶感应熔炉炉 它具有5000个微波炉的能量 功率达到4兆瓦 当温度终于达到1500度的时候 工人需要将这些浓汤倒出来 此时工人需要用溜槽再加入一味调料 那就是煤 当煤在这个温度下瞬间就会变成蒸汽的状态 它就像可乐里的二氧化碳一样穿过炽热的金属 它的作用就是改变铁分子的网络结构 让取轴箱变得更加有韧性 一切妥当以后就是将这个16吨重的浓汤 倒入两个巨大的胶筑钢包 因为驱轴箱的铸造模具只有两个胶入口 这个就是单个零件的铸造模具 它是由浸泡过的树枝石英砂组成 它经过硬化之后就跟石头一样 十个这个单片核心组成了超级发动机驱轴箱的整个铸造模具 在胶筑之前每个模子上都会刷上涂层 它叫中间层气味很大 它的作用就是防止在铸造的过程中 沙子粘在钢铁上 当钢水浓汤通过这个管道流入模具 里面是一个陶瓷过滤器 然后通过这些切槽流入模具 这十个单片模具首先需要放入一个铸造框架里 这个就是胶筑MTU8000超级发动机的铸造框架 此时工人们需要往里面填入沙子 如果没有这些沙子 模具的部件有可能在铸造的过程中被炸飞 整个填沙的过程需要工人极具经验 因为沙子填入有物都有可能导致模具报废 随后就是浇筑钢水浓汤了 在这个过程中工人需要一直测量钢水的温度 温度绝不能下降到1400度以下 巨大的航车将钢包运往模具 这个过程需要非常小心 钢水被缓慢地倒入浇筑洞 当工人拉下阀门的操作杆后 16吨的液态钢水只需要70秒就能流向整个模具 并充满模具中的每个空腔 一分钟以后浇筑就完成了 这些钢水浓汤在模具内需要冷却两周 两周以后工人会把驱轴从模具中剥离 工人用起重机将其吊起 此时石鹰沙外壳开始脱离 呈现在眼前的就是全新的MTU8000超级发动机的驱轴箱 然后由焊接工人切断两条注入形成的铁柱 在7米长的柱件上还有很多多余的部分 工人需要逐个地将其切割掉 这些割下来的材料可以回收下次胶柱再利用 紧接着这台驱轴箱被吊机吊至一个巨大的振动板上 随着振动的加剧 粘在铸件上的石鹰沙纷纷脱落 这些石鹰沙也会用来回收再利用 三分钟后这台超级取轴箱被送到喷丸室 在喷丸室里它将接受数以万计的钢珠的冲击 这些钢珠以200公里的时速将铸件的表面清理得干干净净 整个过程持续一个小时后 呈现出来的就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工程奇迹 接下来就是需要安装这台超级发动机了 这家工厂每年要生产25台超级发动机 首先需要将铸件送往洗切车间 在这里有一天的时间由车床将这台铸轴箱进行打磨处理 打磨机器的精度需要精确到4%毫米 相当于一台80大小的机器误差不能超过人类头发的1% 之后会来到测量室测量 技术人员需要对每个开口进行测量 一切没有问题之后才开始总装进程 将由35名装配技术工人用5周的时间进行最后的安装 首先将其调至旋转台上 此时取轴箱将得到一个序列号 工人用机器将其刻在上面 工人需要再一次的检查以便是否存有残余杂质 哪怕是细小的污染物灰尘或铁蟹都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接下来就是这些秃轮轴组件 组装在一起后一共有6米长400公斤重 工人先将零部件硝钉进入到零下198度的液氮中冷却 低温体积变小的硝钉刚刚好可以装入秃轮轴的法蓝盘中 当它重新受热就会膨胀 然后就变得牢固可靠 然后涂上润滑油 接着就是将6米长的凸轮轴塞进安装通道 此时需要一节节的安装 不允许任何错位否则马达就可能会被塞住 三段轴用螺丝固定好以后 再小心地将其推进引擎 凸轮轴由强化的钢铁制造 因此终身不用更换 至此安装的第一站工作结束 这台超级发动机将进入下一站继续安装 这台德国MTU8000超级发动机被放置在另一个旋转台上 驱轴箱是超级引擎最大的一个零件 现在吊起的就是第二大零件驱轴 这是引擎的旋转和梳轴中心点 驱轴长6米重6000公斤 全速工作时它每秒能旋转20转 要安装它必须将引擎倒过来 吊车将驱轴吊向箱体 20分钟后驱轴被安装完成 工人需要将巨大的底座再稍微旋转几度 活塞在组装之前需要对连杆进行测量记录 首先准备活塞 它的直径有720厘米 然后吊起这个100公斤重的连杆慢慢地放入活塞 然后再插入螺栓固定 15分钟后就能装好其中一个活塞 一共需要装20个活塞 更复杂的是活塞头 首先需要装入4个螺栓 然后需要将所谓的气缸套放上去 再用24个螺栓固定好 这是一台全自动设备 全程监控防止工人忘记拧紧螺栓 接下来将活塞连杆装入气缸套中 最后还有一个排气管的零件安装完成 油调机将单体气缸缓慢地放入超级引擎 在里面连杆毫不相差地扣住去轴 然后用白色的塑料件将连杆明示固定 再一次旋转引擎以便安装20组底部连杆盖 每个重达25公斤 活塞的上下运动使得曲轴每秒旋转20下 这需要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 不断地承受住极大的力度 连杆通过特殊的工艺加强 勾人此时连上液压油管 液压刚用1600帕的压力将螺栓拉升 这样就安装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燃料管道 排气管道和冷却系统的安装 进行第三站需要安装齿轮传动箱 首先涂上一种特殊的密封胶 然后安装上200公斤重的盖子 这台超级引擎可运行超过35年 不需要检修 接下来就是安装涡轮增压模块 它有几千个零部件组成 能为柴油引擎带来巨大的性能提升 工厂需要用一周的时间 来安装这个两吨重的增压模块 安装完成以后就是将其固定在超级引擎上 有两名工人将它与废气循环系统相连 此时这台发动机的重量已经达到了40吨 然后用液压装置将离合器一点点挤压到曲轴上 离合器的第二部分只用螺霜固定就好了 此时将这台40吨重的机器掉至机油盆上方 它被安置于6个支柱上 这个机油盆的容量达到1600升 安装完成以后进入最后一站安装电子器件部分 几百米长的铜管 电缆和软管被安装在引擎的内外 每一个管道都是工厂自己生产的 然后进行连接而成 这些管道零件几乎都是油桶 镊和铁的合金构成 从而确保即使浸泡在海水里也不会被腐蚀 在过去的五周内 这台引擎被安装了差不多2万多个零件 至此这台发动机已经制造完成 最后经过46道测试环节和5个小时的清洗工作之后 由工人包扎好关键的管道和喷涂油漆 才能正式的交付使用 你刚下定的劳斯莱斯 还有很快要提的宝马汽车 正在飘洋过海赶往目标地点 豪华进口汽车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运输而来 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滚装运输船 整船长达230米 宽38米 可以装下8000多辆汽车 这就是福士德号运输船 隶属于挪威华伦威尔森船运公司 今天就一起走进这艘大船 探索先进的科技成果与豪华的内部设施 全球每年生产约6400万辆汽车 其中四分之一都是通过这种运输船进行出口运输 接下来它需要装载数千辆豪华汽车 飘洋过海去往美国 货物总价值超过6500万美元 全程只有8个小时的装货时间 然后历经9天的海上行程 到达新泽西州纽瓦克 一切前提都是确保这些新车的油漆完好无损 全船拥有22名船员 由船长罗梅特负责 它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领导 曾经从甲板水手干起 一路经过三富 二富与大富的成长过程 才最终当上船长 航行前必须做好路线规划 因为这些货物经不起任何折腾 此时汽车的装载程序也快速展开 它由经验丰富的调度人员负责 一共有31名司机负责将这些新车开进船舱 并且不能出现任何磕碰刮伤 这里有小型汽车 中型SUV 还有大型产车 每一种型号都需要规划不同的停放区域 在每辆车的前挡风玻璃上贴有一张条形码 上船前需要扫码登记 方便之后的信息追踪 整个内部空间有11个足球场那么大 车辆停稳以后需要用绑带前后固定 确保在风浪颠簸中不会相互磕碰 这就要保证每辆车之间的距离必须相同 不能有丝毫偏差 并且每辆汽车之间不能小于一米的间距 价值50万美元以上的高价值车辆 更需要小心对待 必须前后共6根绑带固定 其他车辆只需要4根绑带即可 在大幅的压载舱控制室里 它需要通过控制压舱式的水量来控制船身平衡 压载舱由20个相互连接的水箱构成 如果在装货的过程中 有一边重量明显大于另一边 就会在相反的一侧加水来保持平衡 很快夜幕降临 此时装载任务变得异常紧张 工人需要及时下班 港口的潮水也即将退去 如果不能及时完成 就将延误起航时间 与此同时 工人开始检查船舱内部一些隐秘的地方 防止暗藏一些偷渡人员藏匿其中 因为在之前有过内似的情况发生 此时所有的汽车已经装船完毕 货物总重量达3万多吨 接下来准备开启远洋之旅 现在需要两名银行员将大船驶离码头 在拖船的协助下正式进入航道 上午11点 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滚装船已经来到大西洋中间 船长室里一种特殊的软件系统集成了天气情况 海流位置等数据 并且能够根据这些天气因素 为航行的速度提供参考数据 每一个系统都有备份系统 先进的科技加持 让这艘轮船完全可以自动驾驶 在北大西洋 需要对抗100公里每小时的大风 几乎就是飓风的强度 还有强风掀起三层楼高的巨浪 所以工作人员需要检查船舱内部的车辆是否固定完好 确保他们没有任何松动迹象 通常在极端情况下 还需要做出适当的取舍 每个船员都必须非常熟悉 弃船逃生的步骤 于是船长下令进行一次弃船演习任务 一旦海水倒灌 三分钟内便能阴掉船舱内部的休息区 所以弃船的时候 需要快速拿到救生设备来到甲板上 上面有一艘自由落体救生艇 一次性可以装下十多人 从内部拉下开关 瞬间就可以直接射入海面 这是紧急情况下船员的生命通道 平均每周就有两艘船因恶劣天气而损坏 前方有10米高的海浪和100公里每小时的大风 此时船员是不能来到甲板上 一不小心就被吹向大海 在过去的20年里 有200多艘船在这样的天气里沉没 所以考验这艘轮船安全的最大力气就是引擎装置 整个引擎是高达三层楼 七个巨大的气缸输出 21500匹马力 相当于七个火车头的力量 动力可使船底巨大的螺旋桨 每分钟转动105次 工作人员需要定时维护 一旦发动机故障 就只能任凭船身在海上无助的飘摇 驾驶是值班的三副 刚从海军学校毕业6个月时间 他来到这艘轮船实习 这也是他第一次遇到如此大风大浪的天气 这对于他来说还是非常紧张的 船长则亲自来到船舱内部查看这些货物 一辆车的损失就高达几十甚至上百万美元 所以不容许任何失误 船长告诫船员们 检查汽车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因为每一辆车的油箱里都有燃油 一旦泄露起火 这里将成为漂浮的地狱 因此舱室顶部和引擎室 都配备了敏感的洒水装置 他们可以喷射出二氧化碳灭火混合物 在船上有一个专门的二氧化碳室 并且有两个二氧化碳罐子 里面装满了大量的用于灭火的二氧化碳 总共有52000公斤 虽然它能救命 但有时候也是致命的 一旦释放出来 对人体的损害也非常巨大 因此货舱室和引擎室都有密封的舱门 这样就避免这些有害气体与船员接触 世界最大的汽车运输船 已在海上航行八天 距离辛泽西牛瓦克 还有一天的航程 但对于22名船员来说 距离回家还有6周的航程 他们每工作10周休息10周 平常无事的时候也会选择健身 船的内部有着宽敞的客舱 包括自住餐厅和明亮的休息区 还有一个热气腾腾的桑拿房 这里就是厨房 60岁的玛利亚负责全船22人的伙食 她有着22年的厨师从业经验 她最拿手的就是这道铁板炒牛肉 不过在大风大浪的颠簸海域 炒菜也会危及安全 摇摆的船身会导致热腾腾的菜肴和热油 溅到身上 玛利亚曾经就因船身摇晃导致摔倒骨折 被迫请了两年的病假 五个小时后风暴停止 但是系统里却发出错误的警报声 船长需要派遣一位技术专家进行检查 位于船舱的最底部 这里储藏着所有的废水 一旦水箱底部出现裂缝 未经处理的污水泄漏到海洋中 就会造成污染 甚至这艘轮船上只使用可生物降解润滑剂 并使用行业中最清洁的燃料之一 环保一直被视为重中之重 压舱室里的海水也会进行快速处理 首先利用过滤器去除掉大颗粒 然后将水与无毒的光激活溶液混合 杀死有害细菌后再排放大海 虽然有着众多的高科技加持 但是传统的望远镜 还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它能帮助船员直观地看到海面上的一切 即使是经验丰富的船员 也必须不断地磨练自身的技能 因此海上紧急的消防演习显得尤为重要 每个人都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消防人员需要完成在充满人造烟雾的漆黑舱室里救人 像这样逼真的演习需要一个月进行一次 如果更换超过25%的人工 那么演习任务将在24小时内立即进行 由于风暴的影响 接下来他们需要避开风暴绕行过去 在最终的进港之前需要测试轮船的转向舵功能 经过测试一切没有问题之后 轮船才能继续驶向港湾 接下来需要两名领航员接管船只 一名领航员负责将船只带进海湾 另一名领航员需要将船只停到内港 此时海湾内的大大小小的货轮非常集中 越往里面河道越窄 为了保险起见 领航员决定跟在前面的货轮后面缓慢前行 接下来要经过一道拱桥 这也是世界第三长的钢拱桥 它只有46米高 轮船必须在最中心的位置穿过去 否则就会顶到顶部的桅杆 接下来完成靠岸 就是卸载车辆的时刻 至此这趟行程完美地画上了句号 像这样的环游航程 它每年要进行五次 并为全球客户运载超过五万辆汽车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后 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登上空军一号 执行一项未公开的任务 乌鸦队是一支精锐安保部队 负责确保美国总统的安全 经过3000里的近飞区 总统的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 接近空军一号所在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空军一号是美国的空中指挥中心 四面理解就是飞行的白宫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飞机 空军一号负责搭载美国总统 前往地球上一些危险的地方 但是经过30多年在世界各地执行任务 这架飞机很快将光荣退役 取而代之的将是一架最先进的 波音747大型喷气式飞机 但是要成为真正的空军一号 它需要经历一场惊人的蜕变 为了将新型波音747提升到最高的军用标准 技术人员必须整合高科技通信和军用防御系统 同时重组飞机的内部将其改造成豪华舱位 今天就一起走进空军一号 看看如何将其打造成一架全新的飞行堡垒 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巨大机库下 停放这两架空军一号飞机 确保总统随时都有备选飞机可乘坐 今天整个机组人员努力使这两架飞机保持最佳状态 因为这是一架已经服役了30年的飞机 每一次执行任务前都需要仔细检查 确认一切安全问题就绪 飞机被移至登机区 当总统的直升飞机接近时 每个安保人员都必须高度戒备 从海军陆战队一号到空军一号的总统步调 30多年来一直是标志性的 这种步调因李根总统而闻名 他曾命令关闭直升机引擎并保持静音 以使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总统登上空军一号的一刹那 这也是总统的表演时刻 当总统走向飞机时 飞行员、导航员都会接收特勤局的收音 已获取只是核实启动飞机 一旦总统踏上飞机 就是飞行员启动飞机右侧发动机的信号 当确认所有人都登机完毕后 此时飞行员将启动左侧发动机 由于总统的每一秒都十分宝贵 总统的快速安全通道由机组人员控制 选择跑道并尽快安全地起飞 在过去的30年里 这架特殊的喷气式飞机不断环游世界 甚至执行过前往战区的危险任务 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 空军决定更换老化的飞机 波音公司在7478型的基础上 拟建两架专门设计的新一代空军一号飞机 这里是西雅图郊外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大楼里 这架飞机即将被打造 但是当川普于2007年上台后 他又改变了进程 川普认为飞机的价格太高了 六个月后 川普获悉一家俄罗斯航空公司破产后 波音公司有两架未投入使用的7478型飞机 停在加利福尼亚的莫哈维沙漠 于是利用较低的价格将其买下 全新的空军一号飞机 与现有的空军一号相比 这架史诗级的7478型飞机 是一次巨大的技术飞跃 改装完成后预计耗资53亿美元 机身比之前长5.5米 达到惊人的76米 它也是地球上最长的客机 其大幅延伸的上层甲板为飞机 增加了20%以上的地面空间 面积达到464平方米 内部空间比NBA篮球场还要大 一展68米 它的宽翼采用了突破性碳纤维的践形翼间 角度为37.5度 这种新机型不仅能让庞大的飞机飞行速度更快 也能让它在极短的跑道上起飞和降落 续航提升17% 四台新一代通用发动机为其提供近一马赫的动力 使其成为地球上最快的喷气式飞机 但是将这个庞然大物改造成空军一号 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改装总工程师福克斯正在飞机上进行最后检查 接下来飞机将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接受军事改造 检查完毕后飞行员启动飞机飞往圣安东尼奥 要变成一架军用飞机就必须能对抗导弹 承受核辐射 作为空中的白宫飞行控制中心 为总统管理国家提供安全加密通讯 接下来改造即将开始 这个被人们称之为大德克萨斯的机库有着7天24小时的全天候监控 甚至还配备了气味追踪犬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式高棚机库 要创造一架独一无二的飞机 首先必须剥离整个飞机内部 并且舍弃头顶上的飞行机架 洗手间 厨房 空调及其他部分 自40年代以来 有7架不同的飞机专为搭载美国总统而设计 空军一号诞生于战争时期 当时罗斯福总统乘坐到格拉斯C-54天师号 参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雅尔塔会议 喷气时代的第一架空军一号是一架远程波音707 肯尼迪总统选用的机身颜色 至今沿用在空军一号的机身成为一种传统 第一夫人南希里根则参与设计了总统专区 总统专区的卧室里有两张沙发 一张床 所有的物品都带有总统的专属标志 地毯上的星星象征着飞空白宫 对于全新的空军一号 川普总统则建议采用更现代化的豪华风格 目前的设计包括一张大床 而不是以前的那种折叠式单人床 以及超大的电视和更多的座位空间 另外总统办公室 医疗舱 总统会议室以及厨房都将进行全面升级 舍弃原来办公室的笨重木质桌子 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现代模块化设计的整体空间 随着整个室内设计的形成 工程团队必须克服一个巨大的障碍 全新空军一号将比商用747消耗更多的能量 因此必须升级发电机 飞机上的电力由发电机产生 它由发动机中的旋转涡轮驱动 为了能产生足够的能量 团队必须移除引擎以便添加更大的发电机 为所有隐秘防御 加密通信以及导航系统的运行提供动力 每台发动机的重量超过5吨 价值超过2200万美元 因此在拆卸的过程中要精确小心 这四款新一代涡轮风扇引擎 将轻松拖起一架453吨的空军一号 总推力增加13吨 共围飞机提供120吨的总推力 而发动机的燃料使用却减少16% 航程增加1609公里 并赋予它超过14162公里的航程 即使发生灾难性事件 新空军一号的安全性也会更加强大 并且只需要两个引擎即可完成飞行和着陆 由波音公司和美国宇航局联合开发 发动机后部的这些锯齿状人自行设计 平滑混合进入发动机内部的空气 在发动机周围空气流动的情况下平滑气流 这项革命性技术有助于将飞机噪音降低30% 为了改造这间又狭窄又拥挤的总统厨房 他们主要的设计方向就是拓展空间 改善后将能提供多达2000份餐点 所有食物均在美国采购和打包 并以五星级的VIP风格服务 不过对于川普总统的服务人员来说 为川普和他的夫人提供服务非常简单 任何普通人喜欢的食物他们都能接受 并无其他特殊喜好 也不用特别精心准备 空军一号上还配有总统专一 由他负责总统的医疗服务 全新的医疗舱设计需要更加现代化 他将采用最新的医疗技术 包括一间办公区 甚至可以进行紧急外科手术 全新空军一号的改造计划中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外观颜色的变化 这也是川普主导的改变 他认为这将是更加强大的着色方案 为了将最前沿的设计和军事技术应用到空军一号 团队必须彻底检查飞机的各项指标 团队目前正在将驾驶舱改造成全数字化的控制界面 所有的一切都要重新布线 要带有重金属屏蔽功能 新电路系统可承受电磁干扰 确保这架空中白宫无障碍飞行 即使附近发生核爆炸也能抵抗和脉冲 这个过程中要安装超过30万米的新电缆 改造完成后 这里有一系列数字显示器 均用全球定位系统 复杂的计算机系统 加强板地形图 飞行人员从原有的4人减少至2人 接下来是防御控制系统 他们能控制操作所有的飞行控制 防御体系和导航系统 最新的实时数字显示器和改进的仪表着陆系统 意味着即使在最具极端的天气情况下 飞机可更加安全地着陆 川普说这里还有很多关键的技术不方便透露 但是军事保密不是所有的关键 安装空军一号的先锋防御系统时 技术人员必须面对军事改造中最危险的环节 他们需要切开飞机 任何一个错误的举动都会导致数百万美人的损失 首先要确定切割机身的精确位置 让他们头疼的是这两个巨大的总统登机口 像这样的大切割如果失误了 代价将是惨痛的 与现有的空军一号一样 为保障安全 总统 客人和机组人员在必要时可以使用内部楼梯下飞机 此时机身上的任何切口都可能导致机身弯曲 从而造成严重错位 为了避免这种灾难 他们使用了一种独特的摇架以减轻飞机上的压力 这种黄色的摇架要让飞机几乎处于零重力状态 它采用的是复杂的液压系统 通过调整液压活塞将细微的重量变化抵消 这样就能保证在切割飞机时机身不会弯曲变形 在安装门和登机口之前 工作人员切割68个小孔 以搭载先进的通信和防御系统 回到现在的空军一号 这些小孔就是为了安装全新升级的通讯设备 虽然细节高度机密 但是飞机上的通信一定会被做上最复杂的加密处理 可直接安全地连接到白宫 每时每刻确保通信安全 同时总统能进行全国直播 向全美国人民发表讲话 内部的操作人员也将从三个增加至四个 他们主要负责总统与其他国家元首之间的通话处理 安全高效的沟通对空军一号上的总统而言非常重要 于是新一代空军一号必须将通信性能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接下来新空军一号将如何自卫也是重中之重 这依然是一个严格保密的高级军事机密 但是专家认为他会使用诱饵燃烧信号弹 使旋热导弹偏转 飞机将使用高科技激光 不仅要干扰导弹跟踪系统 更要能摧毁飞行中的导弹 这样就能确保美国总统在空军一号上面的安全保障 不过可以透露一个秘密 川普总统最后决定将在全新的外观设计上更引人注目 这将使新一代空军一号的外观变成一个图腾 川普认为这将是更加强大的着色方案 事实上也会更加好看 作为西域内阁会议室的代替 空军一号的会议室将进行戏剧性改版 这就是全新空军一号改版后的会议室 波音7478型的大窗户采光更假 外观更现代 配备高科技设备 它还可以用于作战室 厨房也不用再受限于狭小的空间 将会是两个超大厨房 面积也比原来翻了一倍 对30年前的医疗舱进行大升级后 全新的高科技急诊室空间更大 3D建模打造一张手术台 配备能够处理严重医疗紧急情况的设备 可以处理多种紧急医疗情况 最先进的健康检测器和大型药房 可以处理几乎所有的健康紧急状况 包括总统和他的客人以及工作人员 由第一夫人南希里根设计的卧室风格将会保留 但是全新的卧室会更加宽敞 只有总统、第一夫人、安保人员和首席成务员 才能享受到这样的五星级舒适度 地毯上的总统新标也会保留 目前办公室的木制外观将被替换成一个 更加现代的模块化办公室 作为空中椭圆形办公室 总统将可以在这里向全国发表讲话 最显著的改变将是空军一号的外观 川普决定改掉由1962年沿用至今的颜色 虽然飞机的商标字样会保留下来 但是川普考虑了四种不同的配色方案 一种方案是蓝色或白色引擎 另一种方案是灰色或白色中心线 这架全新改装的空军一号总成本 预计达到53亿美元 并在其改造完成后 接受整整两年的飞行测试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大众就能看到这架全新的空军一号飞机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 欢迎订阅关注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